HELLO 大家好,我是皮球J 大家知道最後紀元有新的賽季嗎? 第二賽季有一隻蠻難挑戰的新王叫做阿貝羅斯 就是我畫面中等等會出現的王 挑戰完這隻王之後 我決定拍一隻影片來介紹Rasty Park的防禦機制 因為這幾天開台發現有很多觀眾在練等的時候一直死掉 主要是這次的改版很多精英怪都會自帶護盾 加上有一些流派沒有辦法秒殺怪的關係 被怪反傷的次數就變多了 所以要嘛要讓自己能夠秒殺怪 要嘛防禦機制就得做好功課啊 在這裡我們不聊最終目標的裝備和技能 我們單純就聊刷到100輔化時 我們可以點什麼裝備或是點什麼技能 來讓自己能夠更持久 只要這幾點做好 我相信100輔化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今天就是你們的最後紀元防禦課的教官 接下來再打上去就要靠你們自己去做流派功課囉 以下是我拿我的流派來做介紹 我玩薰英 因為敏捷帶給我的傷害極高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全身穿上T5的敏捷裝 都是可以一路秒殺100輔化的怪過去的 生存壓力相對較小 但如果不做一點防禦手段 我可是很容易一飛過去就暴斃的 所以我進入時間線開刷副本時 我會先選擇敏捷裝備來鍛造 其餘防禦的順序是 1物理抗性等於移動速度 再來是其他抗性 再來是堆暴擊避免還有護甲 選擇物理抗性先滿是因為我的速刷薰英 很容易被物理攻擊直接ㄎ死 移動速度是讓你能風騷走位的最佳選擇 如果你會被打到 那就是你走路走太慢了 走路走快一點就不會被打到了 真的很認真講這個 真的 走路走太慢才會被打到 暴擊避免的部分要有100%的暴擊避免 如果是97%那你就跟0一樣 不管是9899都不行一定要100%喔 要100%才會完全吃不到怪物的暴擊 護甲的部分會減少命中的傷害 當我打高一點到四五百腐化師 護甲就會很有效的幫我減少很多的傷害 一開始撐一些護甲 就是會讓你練得更加的舒服 不過護甲沒有辦法擋持續傷害就是了 護甲之後就要看你的職業是適合吃格檔效果還是閃避了 然後我的遜音微粒 我是吃閃避的 那我就還會加點偏斜的天賦來讓我的生存力更高 然後再選擇增加HP%以及HP的複合%的磁條來增加我的血量 但這邊是很後期才能得到的高血量高閃躲高偏血了 前期我們只要物理抗性有滿 移動速度加個35-40%以上 其他抗性暴擊避免 護甲都有拿到一定水準就不太會死掉了 以上的教學並不適用於依賴能量護盾的職業 依賴能量護盾的職業還是請你們主屬性點高一點 秒殺怪物或是利用控場技能 例如緩速、暈眩、冰凍、智芒 來讓怪知道你的厲害 耐傷以及耐傷鬱質是另外一種功課 只會套用在生命 不會套用在能量護盾上面 上一賽季我嘗試過 一開始練等就稱耐傷和耐傷鬱質 初期真的很爛請不要用 後期達到1500腐化以上 血3200就算穿3鞋、3衣 堆高耐傷和耐傷鬱質 還有偏斜都還是會被奧羅比斯直接打死 我看過血量4000是可以扛住的 所以我認為耐傷還有耐傷鬱質 是大後期才玩得起的數值 開荒時我們不需要這些 最後如果你的職業有一些 直接傷害減少的天賦 那也很強 尤其是玩Hackle模式 肯定都會投資的 不喜歡一隻絲 沒辦法秒殺怪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一下以上的新手拖荒小知識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想法 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一起討論 我是你的最後技能 新手教官P.Joke Z 我們下次見 啊 喜歡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 在下面留言說我好棒 大家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